好 各位同志 請教授 我們先來開第20次的會議 請秘書長先讀第19次的會議紀錄 宜蘭縣議會第18屆 第三次大會第19次的會議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 5月17日上午9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院的黃定和議員等30人 內席院的縣政府消防局長徐聰宇 衛生局長劉建廷及柯氏執管40人 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5人 來賓各報及各廣播電台記者 主席林副議長齊山 紀錄陳樹瑩 主席先告開議報告4項 1 主席報告千道議員 以達華令人數 2 秘書長先讀第18次會議議事錄 執行4項 衛生局消防及A務執行及達戶 執行議員 楊正成議員 陳正南議員 吳秋林議員 林愛賢議員 陳漢中議員 陳鴻喜議員 尤香斗議員 張秋明議員 陳鴻喜 許科長邱金 莊科長淑子等 其他事項 衛生局消防局及所屬機關 A務執行議員要求辦理提供的事項 拎入 降入 復健 並行務 憲政部辦理 上位上午11時54分以上 好 各位同仁 衛生局消防局的單位執行 現在請兩個單位的各位 請列席報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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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明華並不來 好 繼續我們邀請張明華議員 開始質詢 感謝我們主席副議長 還有我們兩位局長 還有現在主管 大家午安 請教一下我們的消音局局長 我們知道氣候的這種濟變 產生很多的天災 包括風災、地災、地災、地災 以及2000年 是八八風災小林村的滅村事件也好 包括我們在一起在梅基颱風 造成我們蘇澳的大淹水 來到我們最近的臺大地震 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政府選了一個災害防救辦公室 對於一種災害全市的分析 一致防災地災也好 協助辦理災害的防救與病急推援 現在都有在進行 也在近年 我們三月十千 有我們的議員管理 是北市 台北市辦理的全民的 防衛動員及災害的防救演習 當中也造成很大的那種歧視 大家收好那麼多 但是我不知道 我想請教我們局長 目前我們災害防救辦公室 就是在平時的時候再做哪些的工作 好 請黨 感謝張議員跟各位議員的關心 有關災防辦 現在的辦公室主任是吳縣長來兼任 那我個人是兼任這個執行長 另外底下有分為四組 分為四個工作組 那麼這四個工作組 分別由公務處農業局跟建設處相關的首長來兼任 那平時主要的工作在做有關全線性的防災減災的規劃 以及督導縣政府各局處及鄉鎮公所 進行有關防災減災的相關的事務的工作 那災防辦公室除了美季召開會議之外 並有消防局等相關業務單位到各鄉鎮公所 進行有關防汛期前的有關防災整備的工作 這是平時的工作 市長報告 我請教 如果現在有一個 我們剛才那天我們說的防災救援衛襲的部分 推動的那個五階箱產生一個大樓的倒塌 如果那天如果說真的有一天 整整個天也有很大的抵擋 如果造成了宜蘭縣在羅東在五階 在宜蘭市在礁溪有六棟房屋的大樓倒塌的時候 那你迅速就成立著一個在中心就成立起來 那時候你當時你的第一項準備工作是什麼 好 請答案 有關應變中心的成立有一定的規範 剛剛張遠所提的有關地震的部分 按照規定是15人以上輕重傷 我們就會成立應變中心 那麼以消防局目前有一定的機制 比如說前幾天我們地震發生 先由消防局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進一步如果有災情發生 我們就會報告指揮官也就是縣長 然後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那這是有一定的機制 至於說有關災害規模大到多大 我們處理的能力有多少 每一種災害的狀況都不一樣 那麼剛剛張遠所提的這個幾棟大樓 我在想台南市只有圍觀大樓一棟倒塌 當然這次人很多 那麼都動員全國各縣市全國的資源 所以在我們能力範圍能夠處理的 我們除了立刻反應處理之外 如果我們研判災情有需要外縣市資源 我們立刻會請中央邀請其他縣市來支援 以上報告 你身兼在防救辦公室的執行長 我們所有一切除了命的執行外 其他的一些準備工作 一些事情都在你手上 我請到大樓倒塌的時候 我們要進入去搶救的時候 我請問一下在建設處裡面 在你們的討論會議裡面 在你們的演練裡面 他多久能夠提供賴動大樓的平面圖樣 結構圖樣 報告張議員 有關大樓原始的建築設備的結構圖 在建設處跟消防局 在會審會看的過程都有建檔 那麼我們局裡面現在 如果發生火災的話 我們都在建檔的內容可以調出來 可以透過iPad傳給現場的指揮官來參考 但是因為現在所有的大樓 有可能出現的就是 裡面價錢蓋或什麼 那是事後的事情 我跟張議員報告的是 在建築設計 原來大樓建築設計的那個建築圖 在建設處跟消防局 目前都有建檔 我們可以在第一時間調出來 大概多少時間 當然你如果說真的發生狀況 以我消防局來講 只要電腦輸入地址 他就可以跳出來了 他就可以跳出來了 所以他也迅速就可以得到政府 是因為我們這個部分 縣長有要求我們要 對於特殊的這個 搶救困難地區 我們就建立這個資料 以上報告 那我會要求你問你這個問題說 因為任何的救難工作 第一個準備的問題 如果你說如果都到位 所有的準備都不好 他就無從下手了 第二點是說 那對於這個美棟大樓 集合性住宅的人數特別多 剛才局長推提到 維冠大樓的問題 人數特別多 那平常我們有跟附贈 是說我們跟警方這邊 或是跟當地的村長 有沒有跟該棟大樓裡面的管委 或者其他人員 建立取住宿人員的這種統計 或的了解 萬一有災害的時候 我們會迅速到掌握人數的問題 包括住宿人 動宿 附宿 哪邊有多少人的問題 這個有沒有去建立這種管道的一種 跟張英元報告 現在所有的公共場所 跟集合住宅 它都設有防火管理人 那麼也是平時 我們的主要的防災的主要對口 不管是平時的防災 或是到達現場之後 我們需要了解 某一個災害現場的現況 他是我們主要的咨詢人員 第二個 有關大樓的主任委員 或是比如說臨近的村里長 我們都可以成為我們咨詢的對象 至於張議員所提的說 流動人口這個部分 並不是我們消防局所管轄的 但是我們也已經跟這個警察局 或是相關單位 會利用最快的速度 查明現場居住的人員 以上報告 謝謝議長 我是希望說在平常 雖然災害一邊中心的辦公室 平常沒有什麼事 但是我寫說一些資料建檔 這個是很重要的 萬一有災害的時候 這個很迅速進入工作 主席我的時間 留給你黃定和議員 好 我們請黃定和議員 謝謝張秋明議員 沒有人用他的時間 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啦 沒有意見 好 謝謝主席 堅定一下 好 兩局的局長 還有科士的科長 還有議會同仁 衛生局這方面 對於食品違規添加物 現在網路上 都非常的聳聽 也非常的嚴重 看得非常可怕 現在就是說 他的那個 那個 東西都在浸 浸油的水 那樣的造型 所有人的身體 接下去都不好 所以說有時候很多的 癌症方面 是不是從這裡來 不是從這裡來 這就不清楚了 但是呢 是不是直接建設有關係 不清楚 對於這方面 我們衛生局的 你的能量是多大在這裡 一年 這樣看起來 這樣看起來 有多少 有多少 會安靜 請說明一下 謝謝環岩的關心 那食品的安全 是大家都關心的事 那我們這幾年來 因為食品安全衛生法 規定就是 整個的所有的食品的來源 標示 你們多少 一年幾件 我們例行性的檢查的話 那一年的話 將近可能 加起來的話一千多件 那有抽中的 違規幾件 違規例的話 大概裡面 大概有將近不到一層 差不多一層左右 一千幾乘沒有一層 也差不多百幾乘 對 但是接著就是 我們要去受研究說 它這一個來源是哪裡 沒有啦 來源來裡 我現在不考慮 不問這個 有幾乘 這個 詳細的數字 科長打個Pass給他嘛 幾乘 那我們請科長來答覆 好 這一期到現在 我們大概半年抽了差不多有六百件 不合格案件差不多有三十七件 好 這樣局長 剛才幾乘半 你說錢幾乘到幾乘 一年分 局長是一年分 我是說半年的量 沒關係 好 驗出來大部分都是什麼樣的一個成分 我們驗出來 跟議員報告 其實如果是說添加物的部分 很多大概就是違法 差不多有一些是包括防腐劑的問題 防腐劑的問題 對防腐劑的問題 或是一些田味劑的問題 然後田味劑 田味劑的東西 然後另外就是農產品的部分 會有農藥的問題 跟動物用藥的問題 有沒有抗生素 對就是動物用藥就是抗生素 但是這個量其實 如果以這樣子驗的話 甲醛有沒有 甲醛的部分 經年度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發現到 過去曾經是有這樣子 二氧化瘤有沒有 哪一個 二氧化瘤 有 對就是我們的蝦子的部分蝦米 所以像端午節到的 這會是我們的重點 甲醛為什麼沒有 甲醛的部分 我們縣市是沒有驗到這樣子的問題 但是外縣市有 好 那衛生署來宜蘭縣檢驗 有沒有進行到甲醛 衛生署來宜蘭縣檢驗 別的單位 別的單位有 我們現在是二十二個縣市抽驗的話 外縣市抽到 有我們宜蘭縣的業者 那蝦子的業者 後來我們回歸 是本來在我們的一些 蝦類的東西 它本身會有殘留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它是在標準的範圍裡面 不是惡意添加的 衛生 衛生 衛福部 衛福部 衛福部對 衛福部的食藥署 有沒有過來檢查 它是 它沒有過來檢查 是我們自己抽驗的 二十二縣市一起聯合的 好 你抽驗有沒有抽驗到甲醛 我抽驗的部分 沒有對不對 對我們縣市是外縣市的部分有 我們的業者被抽到 所以說我們檢驗要落實一點 好 我們本來能力就很好了 不是說外來的和尚會煉金 我們本來自己就會煉金 照顧我們憲民的一個健康 對不對 大家都正正正正 不要別人嚴重 我們沒有嚴重 民主就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 ok 好 這一點我提醒 衛生局這方面要加強 好 謝謝議員提醒 好請坐 上位期 有問到衛生局長說 我們健保卡 羅東武服務站 依然沒有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最新的進度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在議員的指導下 我們也跟健保署 然後還有羅東的這一個辦事室的人討論 那現在已經在進行的就是 我們會把那個點設在宜蘭市公所 宜蘭市公所哪一個地方 宜蘭市公所的 有沒有跟市長討論 江市長討論過 有有有 那大概哪一個地方 我們科長有跟他們 好像 好請科長回答 民政科吧 民政客 主席跟黃議員來報告 有關這個健保卡 林貴的這個服務的部分 大家目前就是在上個禮拜 大家已經謀和好 就是那個位置是在宜蘭市公所 那那個位點的部分 裡面是不是 是是是 因為那的確是一個 不是很大的一個儀器 直接做這個制卡的服務 我想對林貴的這個部分的服務 應該是能夠讓所有的 要去 服務這個案件多不多 如果以照健保署給我們的資料來看起來 就是因為西南跟西北有差異性 因為西北的地方剛好就是大概大概 西南的案件 我們談西南的案件 我們這樣看起來整個 宜蘭縣這樣大概一萬多件 一萬多件 但是他不一定都是 為了有健保卡這個服務 還有其他的案子 表示這個有那個量 你們在宜蘭市公所的人員 是由衛生局負擔的還是宜蘭市公所負擔的 有關這個人員的部分 以過去執行的狀況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人員來服務 誰負擔啊 薪水誰要負擔啊 薪水應該是 不要應該 沒有那個應該不應該 這個部分 現在是服務的人員 薪水的部分 如果以羅東那個服務在他的薪水 當然就是健保署 那宜蘭這個部分 要另外再來做 所以這個案子你們還沒有成熟 成熟的案子就是說 你現在跟他市公所說 說好之後 位置在哪裡 比較沒有問題 擋出一個空間 再來 案件到一萬件以上 那一萬件以上 那表示 一塊月就 一塊月我要穿驚 對不對 那穿驚要一個專欄在那裡 一個專欄 到底是 管支部要出來 中央要出來 治公所要出來 這個都要談啊 是 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做後續 跟健保署那邊的規劃 因為他們的專員跟他們的參議 中央要派人過來 還是不派人過來 金會是由他們出的 談好以後這個才有進度 我看你們這樣子 偷偷拖 已經拖了八個月了 從談到現在 第一次談 哇這個很有需要 不能夠一國兩制 這樣不行 既然是不要一國兩制 那就要積極一點啊 對不對 怎麼會飛機到那裡 我會記得 頂頂處飛到那裡 像我要一年了 一個小東西 小事件 都拖了一年 這個表示 你們的行政 還是要帶家常啊 好請坐 楊大升格醫學中心 有沒有氣增表 什麼時候要升為醫學中心 欸 局長 報告黃議員 那現在楊大最重要的就是 他要整個院區的 要搬到那個南洋院區 那他的騎乘應該是在 最快的話大概 也在八月或是九月才可以 那整個的過程中 他還有一些金會啦 還有一些整個的移動的一些資料 都還在進行中 我問的問題 醫學中心跟你回答的那個 沒有相關 他們什麼時候要簽 跟什麼時候要簽為醫學中心 沒有關係 所謂的醫學中心 就是要提升我們 宜蘭縣的醫療水準 就好像那個北榮 他們是屬於教學中心 一樣的道理 啊 能夠這個成立 你講的後面的人員 金會一定全部到位 為什麼 那個醫學中心 一提升上來的時候 中央 有中央的一個規定 譬如說一級二級三級的 每一級的層次金會 跟人員的配置都會不一樣 我問的是前面的 醫學中心 衛生局 衛生局努力到現在 什麼期程可以完成 那醫學中心當然我們是期待 因為宜蘭的話 目前都是區域醫院 那醫學中心裡面的條件 裡面還有很多的指向 他還要繼續努力 現在不跟你談這個啦 談這個浪費時間 因為他還要自己 要去有提升 中央那裡 中央跟你們說的 有當時具體 要跟你們說 當時要算為醫學中心 沒有啦 我們會繼續督促 楊大富裕 完成他的那種 他的品質啊 他的提升 每一次在選舉 每一次選舉都好像聽了 欸好像明天就要成 就要變成醫學中心 那個感覺 欸啊為什麼 講一講後來都沒有了 那衛生局是最清楚的啊 我這樣今天跟你 質問一下 好像你們也沒有掌握很多的狀況啊 我們是掌握他目前的能量 然後當然他 要成為醫學中心 還要更多的能量 還要努力 那我們也繼續再督促他 以這個目標 來努力 這個都是官腔的說法啦 努力再努力啦 但是努力很久 也不曉得努力什麼 我問一點比較近期的啦 你們比較好掌控的啦 那陽明醫院二期的建設 什麼時候會到位 雅民醫院二期的建設呢 有兩部分 一個就是他南陽院區 未來希望就是說 恢復到原來的那種預算 等一下到位啦 中央有沒有削決到他們 今年會最佳預算 或是明年會變預算 這樣啦 這樣比較近 目前還沒有看到 但是他們對新民院區的一些規劃的話 教育部已經在審核了 醫學中心 還是二期的擴建 目前指紋聲音而已 都沒有有什麼效果 我們一直在督促他要提出二期計畫 是我們提出的還是 陽明醫院提出的 當然要他們提出啦 因為他們是 他們提出直接送中央 還是要經過我們衛生局 他們提出的話他要送教育部 因為他們是屬於 跟我們沒有關係 當然我們是 可以他必須要護知我們 我們也可以提出說我們線內的需求啊 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對宜蘭官民非常重要 對對 不管是人口的選舉 立委也好 或是官長選舉也好 較過測的選舉也好 總統選舉也好 都對這很關注啦 是 很關注但是 好 感謝黃定何議員 繼續我們請邱家敬議員 邱家敬議員不在 邀請劉天委員 謝謝大家主席 府議長 兩位局長 各位科長隊長 還有什麼主任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首先請教我們消防局局局局長 最近 既然說我也很困擾 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是可能 剛剛說 只是說 感情的問題 希望說 男朋友在家 女朋友在家 希望可以調節 既然說我相信 參加四十萬年 我也很順調你們的體質 不管 市局長 或是在市場 街市局長 總是說 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要離開 一蘭縣可以了 但一蘭縣畢竟 遠遠少 工作量 大家都很辛苦了 你要離開 那你一定要從 你要過去那個縣市 要調些人過來 大家來分擔做這個 公道嘛 所以說最近 我是說 這個原則 局長 你要把握住 你要把關 因為 如果沒有這樣的時間 你後面 後續不斷 繼續來 我也很困擾 我跟你一樣 這時候女兒 沒有了 你太順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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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找我 我沒有聽你講話 沒有聽你講話 這次後面 拜託你 拜託你等 所以說 像這樣的問題 還有更大的問題 就是 我們的編制園 有三百幾個 三百六十個 我們預算的 管頂給我們 三百一十名 其實我們現在 可以用到二百六十個 不然我知道 你像現在 我們 官校 警校在訓練出來 本來跟我們這裡 都不夠用 教授嗎 你不可以一遍 跟上司說 我現在要欠人 現在要欠七十個 我一遍 你能把四十個 三十個 一遍要更多 你不要說 一遍來給我們十個 他說 給我們十個 他補給你十個 我們年底 還提供二十個 你還要多欠十個 像這個情形 可以跟上司說 我需要一個人 一遍補給你 你簡單說好不好 請老闆 請老闆 感謝老議員 因為老議員 副總議長在 魏肖總統 有很久 所以我們的動員 經常事情 都會讓 副總議長 來幫忙協調 如果做成困難 我這裡 跟副總議長 抱歉 第二就是說 有關 我們消防人員 地補的部分 今年 今年這個 補十七個 年底的 還補七個 每年 本來補五十九個 五十九個 但是因為 三重特殼 七百幾個 只副了四百幾個 所以有可能 副五十一個 那 這些人有什麼 你說明年 明年對 要補的人五十一個 本來五十九個 現在變五十一個 是 這就是 我們黃主任 跟我們去消防署 特別到 按照 老議員說 去拜託消防署 說 你這次我們比較多 沒有這樣 真的人員地補不及 那 訴理 也還有第二項 就是說 今年 如果各縣市分發 有剩餘的 也可以優先 地補給我們 目前 我告訴你 你說的重點 就是 年底分發 有剩下 我陪你來 留意 請我們 我來政部 也好 雄書也好 可以幫忙 幫我們幫忙 不然你們欠人 不是辦法 不知道 我們習慣 人家 那時候 他們配說 他們的人員 在那邊分隊分隊 他們的人員多 他們的工作量 感覺 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一定 他們的福利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說 有很多人 提議說 我們隔壁官 酒店 又大 又收拾財 他就覺得不輕鬆 所以這個保温 是 他們都要打開 另外就是說 義酸年合 我們隔壁官就說 義酸年合 我們邊這裡有 380人 義酸年合 380人而已 這是不是來政家 管你們說 這是逐年的政家 每年 每年就變340人 對啊 你就是要 這個保温要處理 來政家 這個保温 另外就說義酸年齡 我們在百法大 的錢量裡面 超過10年 10年歲義酸 還有幾台 要10台還是幾台 要12台 要12台 我覺得義酸年齡 因為炮灰救災很重要 當然我們義酸年齡 可能有11年12年 不說很多年 我們兄弟當然會保養 保養很好 但畢竟 老公知道 義酸年不好聽 超過時間 也不好聽 所以這個保温 就是 我們可以把 鄉市政策 這個保温 旁邊要政策 好不好 尤其是民間 民間現在 大家要研究 哪個車都排隊 要研究哪個車都排隊 我們不是可以 外公正前 你和我 我們去拜託四兩院 四兩院 一邊就研一台水庫車 像這個情形 民間企業 他有錢 四兩院準備 要研六千萬 要研六千萬 七千萬 八千萬 四兩院準備 要做 室內運動場 每年一百多年 要用 室內的運動場 所以說 企業家有錢 他有錢 但我們要鼓勵 反而現在 你研究哪個車 研究哪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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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 去年 宜宵全國競技大賽 競技大賽宜宵 建議院 在談天空前 總統上 是 有很好的成績 要拿過 五年 五次 全國總冠軍 五次 兩次 十年了 報仇 十年 六便 是 氣味競技 全國總冠軍 這六天之後 再過來就先炒了 這個鼓勵不夠 你們警察人不夠 打招來 當訓練議長 您好 感謝劉議員 在五次總管軍 劉議員全程 要算六次 那一次是區位競賽 區位競賽也是一樣 比賽也都下去 劉副總議長都有全程參與 屬於也都很高 今年的義消競技大賽 總理長包括副總理長 三位副總理長 勞務總理長也在現場 我們已經開始進行籌劃的工作 我相信在義消中隊的督促之下 今年有關訓練跟後勤相關的作業 我相信我絕對的全力以赴 這點來這裡跟劉議員保證 教長 我跟你說 我幫你勤勤 你做局長也算來行 拋救再也來行 我相信你要管理我們最局長的動輸 要跟他參加 我相信你也肯定會走 副局長勤勤勤 我相信也都很打招 有機會兩位副總理長 不管是執政中 或是市政山 都盡量 我那天 我跟你說 你大隊 副執政去關國軍隊 才會選手 我也希望說 不是說為了比賽你訓練 你們以後 平時就要訓練 因為比賽都一樣 平時也要訓練 教授你的思維 平時也要訓練 比賽那一年 大家修好經濟 當時 我那天有跟你說 就是希望用選手 國軍隊來找 找比較優勢 民心事 找來調 這樣好不好 這來處理得好 好 這在應勞有可能 是 另外我羅東最大樓 這裡可以發包 這裡可以網工 有關第二行政中心的部分 我們第二大隊跟羅東分隊 整個是在行政中心裡面 這個工程 統一流管政府來發包 目前好像整個縣政府 有公務處在處理這個事情 但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要發包什麼時候完成啊 他不會沒有叫你去開會啊 好好好 這個部份我上次沒有 以後會跟劉議員回報 我們誰在跟公務處在聯絡 行政課 行政課 公務處就會進行發包 有一下子就這一個月啦 對對對 那你要跟機長報告啊 是是是 機長不知道怎麼可以 是是是 好啦請坐啦 局長喔 我覺得說 你有那個力量啊 你肯定 你肯定做得好 比賽經歷成績一定要進步 好 沒有進步你以前沒有你過 是是是 也拜託各位 副總議長可以大力感支持 謝謝 沒有進步 沒有在做局長 謝謝 沒有在做我告訴你 好 好 謝謝 謝謝 老教女孩 大家都很辛苦 我這個請求 這個精神病 我今天我們在電視上 正聖節 在外面跑步走 卵書太郎 據說 我今天在裡面 躲到 我一個小的媳婦 站在這裡交往出門 在床房間 大床房間 一個心情 站高 在外面站住 人也叫我爸 去發授 發授說 這就是一二十幾 一二十幾 然後他沒有就整紀錄 當然我看到了 所以俗信 俗信是你管的 毒品是你管的 我很緊張 這個人怎麼 有二十遍以上的紀錄 在發授 環境就說 這二十遍以上 像這個 我們怎麼沒有處理 讓他在外面下 你說 要怎麼自己的計劃 要他打 誰 老母子在家 八十幾個月 是說 我們怎麼可能 像這樣 在外面人家打人 究竟想這種 我們怎麼處理好 我們外面 像這種 不定屬殺 但有多少 氣氛不好這種 別說他誰 說氣氛不好這種 謝謝 謝謝 劉醫院的關心 那我想 我們藝蘭有 列管的話 有三千個精神個案 那一級的個案的話 有三百個 那其實呢 鄭傑 大家一開始的時候 都認為說 他是有精神病 其實他沒有 他沒有 那比如說最近 發生的事情 台北市警察局 後來也出來道歉說 他們不能第一時間說 他們就是精神病 那因為 確定說 是不是精神的症狀 或是他有精神病的話 必須要專科醫師去鑑定 那我們現在的社會 變成有一個 一個氛圍 就是說有狀況的 比如說一些 違反社會性格的人 或是說一些 有狀況的個案的話 都把它當成是 精神的個案 其實對精神病 或是說精神 那個衛生法 其實是不適當的 那當然啦 我們在社會裡面 真的是有需要 疫情 需要協助的人 但是 他們不一定是 有精神的症狀 那這一塊呢 我們知道說 我們社區裡面 有存在 那種這些 需要幫忙的 你等一下 沒什麼時間 來來來 俗信你講 你才知道這個案子 聽說 像這件怎麼處理 來 教律你嚇嚇 主持 好 好 謝謝劉醫院 對這方面 對這個疫苗的關心 嗯 卵書打人 這也多少人 這麼簡單說 說多少人 怎麼處理好 像那些打人 打二十次以上 結果都沒有糾純紀錄 這部分其實有到 警察局 現在有在打拼當中 上一次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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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燈泡事件之後 省長就已經有指示說 在治安會堡裡面 檢队那個 一級照護的這個 這個部分 大家要報告我們 那個 如何照護的 這些 這群人 所以這部分 我們現在有 好 會後你給我輸了 好了 會後給我輸了 有多少人啊 需要關心 照顧 今天 精神病患烈館 剛才剛才有報告的 三千 八百五十一年 那一級的 像那些無列館 這個 無列館的嗎 無列館的嗎 他無小一級 處理人的界別 都跟他笑 還說 搞我們的孩子 說 你廟宇一百條 警察也這樣說 我們要知道 戴上情形不好的人 說你廟宇一百條 叫好叫打得應該 不然你這個 我不要再談時間 沒有時間了 好 謝謝 那個 所以 我那天 當時你也來 就是專貸報告 這些毒品 毒品泛濫 毒品那麼多 毒品泛濫 毒品那麼多 那 我們當然是 小 露罪在我們這裡 究竟是怎樣 毒品露罪 又是你喔 我實際你再說一下 對 露罪一年多少人露罪 那 劉原報告 在 衛生協 在毒品的部分 我們是 獨立委員房治中心的 綜合規劃組 跟全界服務組 在衛生協裡面 對啊 是你嗎 是我 對 我正是 露罪有多少人 介質的部分 大概就要分作兩部分 第一部分 是那個 海洛因 嗯 海洛因現在目前是 那個病院裡面 去做介質 就是 那個 美沙通的替代療法 嗯 再來就是 二級的 就是 安非他命才二級的毒品 啊 三四級 蛤 三四級 三四級的部分目前是 沒有做介質 因為它的成癮性 跟它的危害性 並沒有二級這麼多 所以目前我們是 有加病院做整合性的門診的部分 三更 五更病院做整合性門診 因為毒品 教授應該有聽嗎 毒品很厲害了 毒品 一年比一年了 還是很少 這個除了 你看 一級毒品的人 呃 一百公三年 兩百輸入人 一百公四年 三百幾年 啊 每年都全家 他去毒品 一百公三年 三百六二 五百六三 啊 啊 啊 這個三四級毒品 賺兩千幾公戒 到九千幾公戒 兩千多公戒 到九千多公戒 這表示說 吃毒品的人啊 拿著 啊 量又拿著 當然是 習近平你也說 這個不是我們這邊的 警察局的工作 不是你們 但是我說 漏借 我是說 漏借怎麼處理 人 人拿來拿著 你要當主義 現在要當主義 那個 教授喔 你請說 長照大樓啊 我以前揣耳門 要做總統啊 長照大樓 我們現在這樣 到底有夠用 我們股票要做一點 有夠用 報告 整個的那種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 整修 那我們現在再規劃 就是說 那個土地 是屬於陽大的 那我們最近 有在跟他談就是說 那管用合一的話呢 我們會去做 不夠用 對吧 未來啦 未來 假如說我們的業務 增量的時候 當然 那一個建築 因為那個建築 那個 那個房子很久了 我也希望說 看能不能再更新 還是怎樣 你有可能 當中 我們如果沒有政家 土地給我們 陽大那裡沒有報給我們 我們有可能 要去跳進去 我知道 副管長好像 有出手 有在說這個大事 是是是 這也是我們 要拍片的地方 那個 陽大 其實陽大張科昌 張副院長 講得很好 他沒說過這個大事 沒說過這個大事 我希望是這樣說 因為 長照 中來 新政府 蘇英文總統 他希望說 長照這個部份 要 六十來照顧 所以我們不夠 我 這個技術先怎麼說 跟 佩公跟陽大這邊 來處理 我請立委去處理 我是說 有時候我們處理 不說很好的 立委去講 我們不去做壞人 如果我們實際 大學所說 我就是 土地要再多錢 我長照不夠 尤其要照顧 這是總統的政策 立委去處理 不要 我們就去講 不可以說 我們走路地 就這樣也不錯 你相信 另外 瘦肉菌 俗之 我們是 第一名的工人 來 瘦肉菌 有抓到嗎 我們有 有發現到嗎 主席 跟劉遠報告 目前我們從101年到現在 我們有市面上不管快篩 或是我們抽回來的檢驗 目前是都沒有發現到有這個問題 都沒有喔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擔心 因為 所以 說實際 豬肉不適合 所謂 聽說是不會漂亮 我們會說 拿回來 豬肉裡面 這樣驗不下去 最好 但你真的要有這個問題 不能應付 不會 我們 因為這樣的議題的話 其實市面上的監測的話 我們會提高的整個抽驗比例 還有我們的業者的管理的部分 還有一些能動輸肉 從外地進來那有沒有抽驗 有有 其實現在連食品工廠的部分 我們依然有一些肉品的供應商 那個也都是我們聯合集察的一個重點工作 但是我們跟人家 要那個樣品的時候 是要客氣一點 好 那就請做 那老年裝甲牙其實講 我們以前編的預算都不夠 現在還夠不夠 老年裝甲牙 抗定嗎 那個 請你報告一下 老年裝甲牙夠不夠 主席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那感謝劉議員對於老年甲牙工作的一個關心 那其實這個今年度我們在第一階段是開放270案 那現在其實到目前為止已經申請了470案 那候補的有200多案 那其實這個預算是不夠的 那也希望我們的議員們能夠支持 好 您請坐 柯長 教長 所以說 我認為說 我們真正的幾月就變得夠了 因為我們每年才是十月才開始進行 現在我會 好 好 感謝 劉天吳議員 志士啊 欸 我們要邀請黃定和議員以前 我們大家先說一下 不要再笑分手 這樣下去 應該要拍得很晚 因為大家都很熱心 我們現在請黃定和議員 時間不要太少 謝謝 本市的前衣問題有意義 這個先不要計算時間 再去就要3月的保險 不行 再去4、5的人之後 4的人說7、8月的錢 現在開始了 現在開始了 現在開始 你就看人家說明 不是啦 什麼不是 你20分你同樣給你說 你20分你也要關台人 我沒有用的你時間啊 你也要關台人 你怎麼說這樣 沒有啦 你造成本事不舒服 你要看那個後面的人數的問題 不是啦 我們就20分20分這樣來嘛 你要針對個人嗎 憲哥我說就好了 那個主席 你說有利啦 憲哥說也有利啦 我想這就是他後頭去就說 不要怕他講 今天說這樣 我們後半來講 你說你要人做時間沒關係 但你的時間 就要再講 大家參加 這樣好不好 別說今天針對身 定位說你針對我啊 我們後半來講 好 主席啊我認為這樣 你說這樣也真不公平 我20分我沒有怎麼運作 是我們的事情 你跟我們20分不做人不做人 沒有時間都我們大家的 大家的 對啊 我20分那些人說 都不行差 對不對 那些人 那些議員如果說不算 對不對 二十分前說不算 沒有說不算 跳在腳下 也不要說這時間 什麼都不要 這樣才不來 大家都這樣 OK 沒有問題 不要用針對性 你不要說嗎 你不要說嗎 我為什麼不要說 我等那麼久 我為什麼不要說 快了換你啊 時間要重新開始啊 剛才你的時間 剛才不是我的時間 我剛才跟你說過 重新計算 好 真可憐 許醫長 消防車老舊的問題 存在已經很久了 目前消防車輛的裝備 好 佔幾% 年紀都過了 一年 怎麼佔幾% 佔有60%嗎 沒有 都做12台 我的消防車都做65台 其中有12台 消防車輛裝備 消防車 對消防車 對消防車 佔多少 65台裡面 有12台 超過10年 這樣幾% 差不多 有30% 有30% 20% 20%左右 是 再來我們議宵 平均年齡都很足輕 有沒有 平均年齡都比較自身 所以說 我們的經驗都非常好 在救災的時候 都是衝鋒陷陣 這個好的一個 好的一個模範 是不是有 這個界尾引進年輕的 來做傳承 有沒有 這個計畫 報告房議員 我們今年 從二月份開始 已經吸收新的預銷 到現在為止 54個 兩界尾54個 這樣比例降多少 差不多 差不多 降百分之十的比例去 對 因為現在目前是513個 這百分之十 是 這樣子慢慢給他傳承 來照顧我們館民 這個生命第三問題 這是最好的 那個 我們的消防人員 欠很多 剛才有很多議員 有在說這個 那以前張局長 他也講過了 三年內 要補足 信心滿滿 104年 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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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把它編列完成 現在 許主長你接任 你有信心嗎 跟一百公六年 全部 都把 原則全部編滿 報行員 我現在在執行的 就是張局長的計畫 在108年 我可以補滿 本來的計畫就是這樣 前張局長說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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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三年 這個有紀錄 那這樣我可能要回去查一下 當時我們張局長的 打的情形 三年 一百公四、一百公五、一百公六 幾年 都要補足 你現在說的是 一百公八年 是 你剛才兩年 是 你的年齡絕對比喻比較好 我現在就在執行 如果他知道他要退休了 會不會說的 跟黃議員報告一下 你現在在位者 不敢說太多 不是 跟黃議員報告 我現在就是執行 當時張局長債 簽給 他怎麼說 你就怎麼做 這樣是不是 三年就三年 五年就五年 這樣是不是 主要是 縣政府給我們的 預算的部分 是不成問題 預算也有 縣政府預算 你不要去擔心他 你擔心 你有沒有這個決心 就好了 你有決心 縣政府做不到 那是縣長的事 我再請教縣長 跟黃議員報告 現在不是縣政府的問題 陳魯我剛剛跟大會報告的 就是 好 你現在說就是 消防署那邊 他們分別的人 不夠 不夠 一年比如說 要五十個 我十六七二十五而已 是 他變成我們這裡 就不夠 對不對 那這個要請縣長 去克服這個問題 是 是 我們這個會 向中央來反應 請坐 好 你的消防救災裝備 有多少%都預期的 跟黃議員報告 跟黃議員報告 所謂的預期 我早上已經跟幾位議員報告 沒有啦 你有幾個有沒有數字 有數字 有 多少 如果那個 黃議員需要的話 我會提供一份 幾件 就是 目前的話 消防車的部分 是 剛報告過了 三個設備 都做幾件 因為 消防設備 包括消防車 空氣呼吸器 橡皮庭 消防衣 破壞器材 都總有二十幾項 所以黃議員有需要 你們的資料裡面是 七百七十九件 一百空四年 有五百十五件 一年 超過的時間 這樣佔多少 佔一半 佔三分之一 你知道嗎 七百七十九件 五百十五件 逸林 手提自動 氣切機 二十六台 水中探測器 兩台 全部逸林 有這個性行嗎 給黃議員報告 所謂的逸林 沒有啦 我們現在針對器材來 是是是 這個數字 黃議員這個數字是正確 但是我 要給黃議員報告 有沒有全部逸林 所謂的逸林是 逸林就是 就像車一樣嘛 對不對 我們多久要換一百的 那是幾項的嘛 應該不是 這樣說 我最初會跟黃議員報告 就是說 消防車按照 財產管理法 十年 滿十年可以報費 但是不一定要報費 消防醫 我現在說 你過近幾年 我也知道 你們都官槍說法 對不對 就是說啊 看史用看史用 不然你利用啊 都白人在用的啊 就像我們官司的 這順 官司有一樣啊 十五年的車 也拿出來用 看史用 官司怎麼不可以拿 你們 還有局所的局長 怎麼不可以拿 都白人在什麼 聽不下去啊 全部都超過時間啦 拋神槍的部分 按照我們來統計 大部分都已經超過 所謂可以報費的時間 但是 十八槍超過啦 一槍過而已 你有嚴重嗎 你們最常用的 高溫消防醫 三百六槍 有幾槍 這個人過 消防醫 目前有 一百七十五套 是 超過三年的使用時間 你們一百公司 除了三百公司 兩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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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超過時間 這比例多少 六十六點一百公司 這樣有關嗎 加上我聲聲說 重視重視 我記得這幾項 那個 超過時間的比例 這麼多 你們那個 消防救災車輛 都總幾台 九十八台 所謂的消防車 是六十五台 所有的消防車輛 有一百五十台 好 那一樣 挑過 有幾台 呃 跟黃岩報告 剛剛消防車的部分 如果是 按照這個標準 是有四十六台式 超越可以報匯的人 對嘛 你們四十六 你們也是一樣 官槍說法嘛 勘使用啦 檢驗沒關係啦 出事情 居民 什麼輔助 你們敢不敢 欸 把黃岩報告 可能 沒關係 就是 我現在 一一的指點出來 是 就是說 大家都非常的熱心 但是 管政府的錢 尤其是救災的錢 救災的經費 一定要 多便在這裡 換新的很多 時間到了 就要換 你們的災情的 勘察車 跟救災指揮車 都要換幾台 災情勘察車跟救災指揮車 救災指揮車有兩部 都要換幾台 災情勘察車 各分隊差不多有十 應該是有十八台左右 是 阿 有沒有 全部逸臨 是 但是 百分之百 全部超過時間 是 我在這裡 你們主機來這裡嗎 有 主機我請教一下 修長的車都 行政市長 館長 他們的車都幾年多一次 那個都是依照 預算規定的 規定的 幾年多一次 應該是十年換一次 八年啦 八年就換一次了 啊 市長的車是怎麼八年換一次 啊 救災的車 大家就一起 錢沒有花在刀口上啊 你們的消防設備 由一百空三年 四億三千萬 到一百空四年 第一節而已 剩三億三千萬而已 或是怎麼會減 是你們不記得 管理那邊 管理那邊 把你們抬掉 你們大家都說做得很好啊 東西都會換啊 但是 所有救災的器具 一天一天 老化 一天一天過期 看你們的义生命 一年一年下降 被盜而辭嘛 啊你當局長 尤其是新任的局長 你更要有承擔 跟那個責任嘛 把你的拋開拼在 把你的當心 裝備把它做好 很勇敢 跟館長說 這是有需要的 為什麼 這金牙的地前 這是不對 這位 你們經常說 我逐年汰換 逐年更新 你們就在台灣反映 反映說 他們的消防衣 三年就要報好養 十年還在請 大家一天 大家一天 你們出生住時 在拚命 你們對他們的大意 是這樣子 這樣你認為 對的是你們 所有的同仁嗎 我用數字跟你說的 不是跟你扛水報紙 用數字就可以看出來了 立地消防局 局長立地消防局 接任的時候 館長有幾項目標 問一年救災 現在 都大家兩萬 兩萬幾項 這是大家都非常認真 宜蘭 長期消防衣不足 他也有在這樣說 設備老舊 他也有在關心 目前編列人員兩百 那時候教教是說兩百二三個 但是預算編合是兩百二十個 空間只有 這個空間有去保護照嗎 館長也這樣支持 是 表示館長 他也很用心 在這個區塊 為什麼 大家都說很用心 拿出來所持 完全面目全會 本事 非常質疑 你們在說的是 公正公家 教授你回應一下 感謝委員的 這個 其實委員所關心的問題 也是相當我所有的幹部 一直在關心的問題 我先簡單回應有關人員的部分 黃議員對於數字非常清楚 幾乎跟我們所知道一模一樣 以人員來講 去年兩百二三個 我現在認為是兩百四十個 比較是有情侠 第二 就是黃議員你只琢磨在有關器材的部分 我要完整的跟黃議員跟大會報告 所謂的 這個 玉林的設備 不是一定要報費 是說可以報費 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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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聽不下去 沒關係 所有的所長 阿拜的車都不要換 怎麼說 十年也沒關係 二十年也沒關係 都可以看水用 對不對 大法不平就是這個地方 為什麼一國兩三次 首頂的車一定要八年換一百 好 請坐 好 騎士長請坐 謝謝 爐梯到了 現在 有水域的地方 比較危險的地方 大概都有哪幾個地方 在送你管 哪幾個地方 報告議員 謝謝議員的指教 比較容易發生的 就是在我們外澳的那個 外澳沙灘 對對對 還有 南方澳內北海域 跟 豆腐甲 海灘過來 是 這也是我們豆腐甲 豆腐甲風景區 是是 過來 那今年就是這個三 還有嗎 今年是這個三眷 比較發生 比較易發生那個 好想要乎士港 剛剛有跟議員報告 投誠 外澳沙灘 還有 好 那你們怎麼樣去還萬 那這部分 我們有跟 這個是應該是 我們有召開一個會議 就是說請東北 開會沒有用 開會只有你們知道而已 你們知道事情發生去糾災 我說防範 所謂的防範說 如何告知百姓 或是如何在現場做什麼樣的處置效果 你有什麼具體的防範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是當然是 我們有 像內背海域 就是我們有配合 就是可能就是 守望相助 目前是六里的守望相助隊 來做行事 那我們有更配合 你不要推到別的地方 推你們自己要執行的業務就好了 我們這個 他們是屬於協助的 他們是屬於協助的 我們今年有 訂一個防疫計畫 就是從今年十月到十月 網站有沒有去公告一下 有沒有 網站也有 有防疫的 你們的網站有沒有去公告一下 有宣導 有宣導這個 那個 救生的一些 你們網站有幾處 我們網站 發生涅水處有三十八處 多少處 三十八處 所以說喔 不同時啦 五十二處啦 那我是更新後的那個 本來是五十二處 你們網站 要下去我們下載 再轉傳 讓大家 呼籲說這個地方有危險 再來 有沒有規劃 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四年是 我們是 沒有規劃過 對不對 很多 有逆時案件 對不對 總共有四十幾走 對啊 逆時有四十四的人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去欠導 有欠導啊 沒有罰款 沒怕 有沒有都告四拍 有 那個 像內背海域就有 那如果去呼籲民眾 要選擇有救生營的地方 有沒有去呼籲這個地方 這部分有沒有都有呼籲 就是有用網站或是一些 分對位去做 呼籲是你在這裡呼籲啦 我剛才給你聽起來齁 這樣燉燉燉燉 那個儀器齁 不很堅強 很堅強要很熟悉 要不要是說 我都有做 都在 記在腦筋裡面 腦筋裡面 隨說就是出來 有告示牌 有呼籲民眾 去有救生的地方 這個場域去活動 我們的各個網站 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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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做什麼樣的宣傳 請所有的民眾如果 請大家來多做轉載 會表示說你有做 很有信心嘛 聽你這麼說就頓頓頓頓頓 好請坐 這個衛生署 這個局長 你們那個 中央給你們的 中央給你們的 這個儀式違規廣告監控表 你們都把他當作錢 他給你們是儀式的 那你們要去徹查一下啊 哪有 你們的 談話筆錄 好像也給人家定罪一樣 哦 這我不是 哪裏給人家定罪 不得因不知法律規定 而免除行政法則責任 這個明明是 跟定罪說已經 有違規 再用這樣問的啊 這件你知不知道 疑似癌症這裏呢 他的裡面的理由 他也是從 衛生署他核定字號 A00207號 全部這樣轉下來的啊 啊你們都把有定認罪 他是轉交給你們去查一下啊 啊你們一點判斷能力都沒有嗎 而且你們問的問題很奇怪啊 再次違反則 依法加重處分 請問你有沒有意義 那就表示認定了啊 有人問這種呢 中央沒有辦法認定就是請你們認定 你們應當是從認定開始 認定好這個 如果是涉嫌違規廣告 才用問這個口氣啊 啊還沒有認定違規廣告 您就本人家 欲加之罪 那顯然很不合理啊 哪有可能是這樣呢 局長你回應一下 謝謝環議員的關心 那中央給我們的案件呢 每年都蠻多的 那尤其是有關於那個違規廣告 那他的每一件呢 他是用儀式 所以依這個整個的行政的過程中呢 他當然會給我們用這樣 就是儀式然後我們也要去找 來調查然後去做一些 所以說儀式你們要去做調查 調查好以後 再來去請當事人 來做一些問題 來做查證 詢問查證 這樣才對嘛 你不是沒有調查就跟進去啊 有啊 我們都會做充分的調查 好 那第二個問題 依然是衛生所 那個醫生 調度方面 現在順利嗎 現在我們都有請 支援的醫生來 來 從 醫生他很忙 齁 而且過勞 齁 啊 這樣的醫生 我們覺得 對不起他 怎麼說 真打拼了 但是我們趁這個機會考驗衛生局 好 感謝房定合員 接下我們邀請林志弘言 好 感謝房定合員 接下來我們邀請林志弘言 好 大家的主持齁 我們 微生局和廖長局 局長和我們國庫長 各位議員 都能夠用 神心休假 齁 大家午安 我現在先 請教我們微生局 齁 我們目前這個 護理人員 齁 的這個 護理人員方 要怎麼來補足 第一線的這些護理人員 其實工作量也都蠻大的齁 可以請教長來說明一下嗎 跟我們其他單位 像廖長局也都蠻大的齁 你這邊 蠻大的情形是怎樣 好 局長 請答 謝謝林志弘的關心齁 我想 整個的醫療 最基本的就是 那婦女人員 一定要夠 齁 那在宜蘭呢 我們有去 我們的統計裡面呢 我們的宜蘭的每十萬人口的 婦女人力是 是比全國高 齁 那在各個醫院裡面呢 他們的那種護病比呢 也夠 但是呢 其實在重點就是說 這些婦女人力的話呢 他們的加班啊 或是說他們的工作上的那種 負擔呢 是蠻重的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每年在醫院的督口裡面 我們都會去看 甚至呢 我們在平常 有時候晚上 我們也會去查 查說他們 在哪一個班呢 他們的婦女人力是夠不夠 那當然我們一定會很重視這一塊 另外健保呢 也針對於這些醫院的護理人力 也希望給一些補助的經費 就是說 提升他們的護理的加班會 或是讓他們再增加護理的能力 所以這一塊 其實從中央到地方呢 我們都會非常關心 那我們也持續的在 在針對 線內的這些醫院呢 我們就不算是定期或是不定期的話 我們都會去查核 那督口裡面呢 我們也會針對他們的護理人力呢 做很詳細的一種了解 那也希望他們的護理人力 可以得到一個公平的待遇 好 居然剛剛提到說 我們宜蘭縣是比全國的相對的比例 平均 平均 平均數 比較高 每十萬人的那種護理人力 所以未來 未來那個趨勢呢 是我們護理人員能夠補充 銜接上還是減少 看起來齁 因為整個的話 我們還是鼓勵就是說 醫院齁 他假如必須增加護理人力的話 應該是要去思考 那因為他們的病房 不要說因為病房 護理人力不夠 就關病房 那一病房要紓搖 所以要開他就要護理人力 那目前我們也是有掌握了 就是說他們不能說 因為護理人力不夠 或是要關病房 或是說他要減什麼床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他的品質呢 不要因為護理人力不夠 或是怎麼樣呢 再去減 那目前的情況 看起來是穩定中 那醫生的部分呢 現在不是公費的醫學院 找不到學生 依然齁 我們所有的醫生 大概有六百多個 那整個的醫院的醫生 在整個的平均其實 在整個跟全國的比的話 我們還是高於全國 只是說 宜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就是說 西南西北有比較差異 就是 西南的話呢 他的那個 每十萬人的醫生的比例呢 是比全國平均高 但是西北的話是低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還要再努力啦 那也希望就是說 當然 醫療的能力呢 假如說可以提升的話 那品質當然也會 得到更多的改善 好 那本期這邊希望說 衛生局這邊提供 這個 相關的數據 剛剛問的相關數據 給 給本期一份 那另外 局長請坐 另外我想 我們新聞也常常看到 其實在第一線這個 這個 的醫護人員 啊 包含這個 這個 我們消防 消防局的 這個在這個救護車 遇到一些這個 比如說 精神個案啊 或者是這個 酒醉的案例啊 好 這個大鬧急診室啊 那像 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保護 我們第一線的這樣的 工作人員 的安全 局長這邊有沒有什麼 看法 謝謝林醫院的關心 那 我們真的是在 比如說在緊急救護的時候 或是說 我們有一些精神個案的話 比如說 他可能會造成一些 治療案 比較有問題的時候 當然啊 我們跟警消 還有我們的衛生單位 我們三個單位 會做一些 我們有一個SOP 那送醫院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合作把他送醫院 去做一些精神方面的鑑定 那假如說一些個案 不是因為精神病 而是說因為 他其他的 因素 比如說 比較多的是 喝酒 去急診室騷擾 或是說 病房有一些狀況的話 我們 第一時間呢 都要 我們都要跟醫院講說 你第一時間要通知我們 我們 今年到現在呢 已經對 有兩件 針對那個 到急診騷擾 或是到病房騷擾的話 我們主動的提出 對當事人的告訴 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個過程中 醫院 要提出來 我的醫院 剛才提出來 我們還是鼓勵說 你一定要提出來 尤其是護士 我們是要保障 整個的醫護的那種安全 所以呢 我們也會主動 就是說提出 對這一個違反 到那個 醫院裡面騷擾的 這些個案呢 我們都會主動 去跟他們 我們有提出告訴 然後也要他們來說明 好 那 像這些個案 重複浪費這些醫療資源 比如說 他動不動就打 這個 19 坐救護車 要去醫院 這樣的個案 我們縣內 大概有幾個 幾個這樣的一個個案 這個可能要 心理衛生中心 應該都有資料 你知道嗎 來 請請 我們那個科長回答一下 就我知道 好幾個固定的個案 他就是 把救護車 當成計程車啊 他是打19 打19啊 打19啊 那你們那邊也要列管啊 好 我現在 接下來談 一樣 精神衛生 真的喔 不然在第一線大家都很辛苦 什麼突發狀況都有 什麼突發狀況都有 那像 3月份的案子 我想這個 我不知道新聞有沒有報啦 那時候我人在國外 由我們主任去參加這樣一個 來召開這樣一個研討會 我想 在整個SOP流程 當然 前幾天縣長也有提到 目前 針對幾個 比如說他又是精神障礙 或者是說他是這個 毒飲犯 幾何一什麼 危險等級的 那可以把那個相關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你們認定的等級的那個標準 一份給本席 因為像在凱旋的那個案子 他就在凱旋國小旁邊 又加上 小燈泡的事件 那時候真的人心惶惶 那這個個案我想局長 我們都一直保持聯繫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 他的這個狀況 廟的裡面 兩三個被打受傷 那學校 又國小又在旁邊 那像這個案子 怎麼處理 那另外 壯圍就有知道 縱鵝鵝也有 那依然是 當然也有好幾個 那事實上 這樣這些不定時炸彈 已經都動不動跟我們的居民 跟我們居民 要大呼小叫 產生困擾 那像這樣的個案 你們要怎麼 來做積極有效的一個 一個協助處理 報官議員 報官議員 對於這些個案 因為我們去發現 就是說現在變成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們對於精神個案 當然我們會把它送醫做鑑定 然後做要不要住院 那對於那種違反社會性格的 他的診斷 他譬如是精神個案 所以精神 那我們要跟警察連結的話 要想辦法處理 這個裡面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 家長 或是說被他傷害的人 他假如要提起告訴 提起告訴的時候 那警方 他可以提到檢察官那邊 檢察官才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那假如說被他騷擾 或是說被他毆打的人 他不提起告訴的時候 那你要用那種醫療的去處理的時候 其實在醫院方面 他們也針對這個問題 也提出一個檢討 就是說 因為他們並不是精神個案 他是違反社會性格 那用什麼方式 要去處理的話 但是我現在剛剛講這個案例 一樣是我們 我們衛生單位說 他不是精湛個案 但是在社會處那邊 他是有這樣的一個 聲音障礙的一個手冊 所以 局處的一個跨協調 不同步 我現在講的是這個問題 然後在整個處理的流程上 我想 警消單位其實也在反應 好像他們 他們的勤務也 各個任務是不一樣的 勤務也很重 那為了要支援這樣的一個勤務 那好像 在這個 衛政 衛政跟設政的部分 又不太同步 那讓他們也很困擾 他如果說 違反社會資訊 那警方就可以用這個方式處理 但是因為他又產生 已經產生一個傷害的一個事實 的產生 結果我們這邊 沒有一個馬上立即性的一個措施 一個機制的啟動 我覺得我看到的點是在這裡 是 所以我想 那天現場講得很好聽 所以我現在要跟衛生局 來調相關這些資料 現在那個什麼三合一 什麼 你們有個作業流程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一起來探討一下 什麼把這個案子 做一些防範 包含做好基層的這個心理衛生的一些宣導 然後我想在做這些精障朋友的一個社區復健的工作 其實很重要 我想就專業立場來講 有穩定的一個服藥 基本上他都是被控管的 目前有大部分有狀況的 就是他沒有病逝感 沒有穩定服藥才有一些狀況 那是不是這個部分 請我們衛生單位 能不能加強來做一個查核 這個問題當然假如說他是精障個案的話 其實我們在列管的時候 沒有定期又分級再去處理 現在就是說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中央對這個問題 因為最近發生了那麼多的社會事件 那社會事件裡面變成 裡面大家都認為他們是精障 其實很多都是違反社會性格的 那現在有兩個SOP 中央也一直在研議就是說 對於精障的個案的那種 他假如有狀況的話的後送 或是說整個處置 其實SOP是有建立起來的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就是 對於違反社會性格 他不是精障 他是違反社會性格 或是說現在用那個毒品的這一群 那這一群呢 他並不是精神個案的時候 他也不是精障的個案的時候 整個的SOP其實全國在整個心口師他們針對這一塊 還要找 我們必須要去研議起來 因為整個的流程會不一樣 那 對沒有錯 當然我們需要 就是說整個流程不是從後面的處置 而是說沿途我們還要再去努力 所以這一塊我們也在研議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拜託我們衛生局 經過去年今年 之前也有很多個案 我想在做相關精神障礙的這個 民眾的一個輔導過程當中 常常會提到所謂的個案的輔導 個案的研討 我們可能會跨單位 跨單位的一個個案研討 那是不是能夠這樣的一個 我們目前線內的這樣處理的機制 有哪些優點 然後遇到哪些瓶頸需要中央協助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請局長這邊 幫我們目前依然現在的狀況 來建議中央做相關 適度的一個一個修法 修法來保障其他的民眾 避免民眾 處在這個驚恐的一個社會氛圍 生活的那個壓力很大 對我知道 相對的也會誘發其他 其他的人 那個精神疾病的因子 誘發出來 產生更多困擾 要笑大家就會笑 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這邊能不能做相關的一個配套措施 所以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像今天新聞 你在提到說這個過期食品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過期食品的一個查報 目前有幾件如何方範 那從那種我們的那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條例裡面呢 就針對標示 那已經有很明確的那種規定 而且的法則已經 也從過去的最高標提到到兩億 那我們針對線內的不管是任何的食品製造工廠 還有食品的冷藏工廠 那我們會定期去做檢視 當然我們也會發現說 早上我們孫湯議員也談到說那個百橋 那我們也發現說它裡面有過期的食品 然後再重新包裝 那我們也會持續 其實在 我們都持續在做這一塊 所以讓這個部分請測生局做好相關的一個認定 你剛剛其他議員也在做 在稽查過程當中 像他是製造廠 他做了已經過期了又換包裝 這個是一定有犯意 這個是一定有犯意 那這個一定要 我覺得一定要做相關的處分 那有些是無心之過 他剛好是有營業場所 那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不是在 法理情的情形之下 能不能有做 要做好管控 畢竟它是營業場所 那在這情形之下 有沒有相對的一個輔導的機制 有有有 我們定期都會發文 給各個相關的那種 不管這些食品業 要提醒他們就是說 這個食品的標示 過期方面 必須要自主管理要做好 好 謝謝局長 那我最後衛生局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目前EMT EMT的人數 在宜蘭縣內有多少人 EMT1 是EMT1嗎 EMT1 EMT1最近有在受訊 對 詳細的設置 我們回去整理一下 因為我們最近在做EMT1的訓練 現有的 包含消防局也有相關 我們相關人員都接受EMT1 對 受訊認證的 對 登錄 請教衛生局有沒有幫忙協助登錄到衛生署 這個有一個系統 對 有系統 有有有 那個都要登錄 而且要定期要召回受訊 好 那我們接受過EMT1認證的人員跟我陳情 我們衛生局沒有即時登錄到衛生署 他現在因為工作關係可能到台北市或新北市 或者我們血稅裡面的防災人員 他有這個技術 但是他離開了宜蘭縣 在台北 在台北 那他沒辦法執行 因為我們沒有登錄在衛生署 反而他違反了相關的醫療法規 對對對 我們來了解看有沒有補救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 我想衛生局業務也很繁忙 也請相關的客室來注意一下 不要 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好事 因為這樣的疏忽導致這樣的一個狀況產生 好 局長請坐 我叫華消防局 一樣好這個EMT1 所有的消防能員都有EMT1 EMT2現在有190個人 好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跟衛生局這邊 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也有人沒有被登錄到 是不是可以做相關的一個協助 在衛生署的網站是查不到 我們有些合格的人員是查不到這樣的一個登錄 好我想這個 救人危險我想都是防災的一個單位 救人的單位 好那有這樣認證資格 我們也要保護自己 我們也要保護自己 不要說 我就有資格 結果衛生局這邊沒有登錄 要救災什麼 結果 人家一查 衛生署沒有登錄 又變成做好事又變危險了 我想這是要提到的 那另外我想 我們特收隊也要成立的消防局 那我們目前八個民間單位 總共一年補助多少 每個單位的狀況並沒有特別去編列預算 民間救難團體裡面主要補助的方式 是透過我們消防局每年固定的預算的部門 看各單位的需要來申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民間救難團體 他透過顧問的系統 跟內政部消防署每年 像今年的話 我們又有一個追加預算 將近八十幾萬要補助這個團體 那有關我們局的部分 第二個來源就是有關貴喜議員的基建會的部分 以上報告 好我想我們民間單位 民間單位在有去年我想上一次定期 我也提到了 有些設施裝備設施 那費用不是說你保守 固定的這個年度預算 二十萬三十萬就能夠構築的 好那是不是能夠協調透過 我們消防局這邊協調 民間單位的整合 不用今年我們集中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裝備 大概多少提計畫 好然後再跟消防署那邊 做一個整合 來購置一些特殊的器材 好那另外最後 問一下地震預警系統 我們目前宜蘭縣有幾套 所謂的地震預警系統 現在宜蘭縣現在總共有13個點的國小 跟中央氣象局 它有設一個地震警報器 會把相關的訊號 好謝謝林志宏議員 那我們休息10分鐘 休息 休息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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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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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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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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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民的印庫在那裡 但是這幾年來都沒有好運用 中一家中期的本社也有說到 蘇澳中民醫院這個院區 怎樣去做調整,做一個充分的使用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在面對蘇澳和通車這麼好一個 氣勁的時候,我們應該主導站起來 跟蘇澳中民醫院 跟榮總這邊 來做一個密切的研究 看如何要讓這個院區活化掉 讓它活化起來 你看,現在在那裡 幾乎是說 比較大的病都沒有在那裡做治療 是不是一個車子 都簡單處理之後 就要送到其他大型病去 這對還價、對受傷、對病人來說 這種醫療傷 對他們的生命財產是很不保障的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 隔壁這邊 我們宜蘭官這種醫療品質的體驗 不是單口陽明醫院而已 所以我們在三次通車這個東西 要改救的是 多少人 會進行醫療行為的狀態 所以我希望我們局長部這個保安 我們趕緊我們的年齡計畫 我們有二人過 這個局長 去中央 來拿相關的經費下來 將地方的醫療品質來做一個條件 北五陽明醫院 南的蘇華中明醫院 來做一個 經過醫療品質的 經過的體驗 不是跟全國集中 在羅東門經病院這樣而已 所以本身就是一個看法 優關 我們很多衛生所 在辦的衛廚會 相關的活動的工作 我認為 應該是要更加深入 跟其他的社區做結合 不是單單只有衛生所 跟衛廚會去做連結而已 很多社區 很多社團 如果跟我們 經國推動社會公的 有關的團體 我們應該也來做一個連結 這樣避免 避免造局 可能可以活化我們各個衛生所 的整理 的調配 好 醫生謝謝 好 好 謝謝 我們在座三個議員 堅持到最後 好兩位協定 各位主管 大家辛苦了 謝謝你們 老協定我也特別 幫你提醒 這個區議員說得很好 昨年有發覺說 到底是我們老人 發病人 坐 北層應該就不減了 你看我們現在常常在找你 在搶北層 搶北層 有的人還會把我們減去 剛才區議員說得 這麼重視 怎麼能不能拿生命 真的 搶到北層 現在連生母 一世紀都在說 大家都在拜託 要搶北層 我現在服務工會 還要搶這項 好 多謝大家 好 今天會就到這裡來結束 好 上會 我們會在拜託 我們會讓大家看 我們會不會 再給大家看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什麼 一ちゃん 再可以 入烈 那 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